科梯生活科技教室七彩LED加油板借作業說明 首先同學請注意老師會給同學一人一個這種造型的PP板 然後呢老師會給你適量的LED燈七彩LED燈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上面一定固定的位置然後用 我們是用螺絲起子可以對它打洞 然後將我們的LED燈穿進去因為我們這個是5mm的一個直徑 那你穿進去之後呢再讓它所有的長角正極在一起 短角負極在一起然後透過焊接的方式焊接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對它供電 那像老師現在選擇第一個是選擇5伏特的電壓 那這時候你看我用的是USB5伏特的電壓從電腦供電給它 那將來你外出可以用行動充 你也可以用手機的那個豆腐頭來供電 那我可以把它拔掉 請注意正接正負接負 那我可以再選擇第2種供電方式 假設我現在把我的電壓降低 變成是2顆的3號電池 那2顆3號電池串連的時候呢 這時候它產生的電壓值就是3伏特 那我們看看3伏特的時候一樣是可以使用的 3伏特一樣是可以使用 你看到現在是3伏特 用2顆的3號電池串連 它一樣可以達到讓它供電的效果 好那你如果怕說這個電量不夠的話 那你也可以選擇 用這一種就是 9伏特的 9伏特的這一種方形的電池 它可以續航比較久一點 那因為相對它電量比較高 所以它會比較明亮一點 好那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個 這個是用 這個是用一顆9伏特的一個 電池來供電 那你也可以選用像這種1860的鋰電池 它一顆是3.7伏特也可以供電 兩顆串連變7.4也是可以供電 所以你只要完成這一個作業之後 你就可以呢 用各種 比如3伏特到9伏特的直流電壓的電池來供電 或是透過USB5伏特供電 那就完成這個作業 那以上是科技老師為大家介紹 七彩LED加油板的作業說明 一張歌曲